在日本時代勝利 各議市長用噴水儀館旁邊的台灣 第一上入銀行 各議分行 現在的建築不是 已經五百年所起的更金噴年頭結果 洗澡的外觀 還有內部的牛條系統 記錄當時的建築歷史 合照比的噴水儀館 還有亞洲儲所形成的任務警官 也建成每一次生氣戰爭 民主主義的歷史 在這日前 經由各議持久做歷史 建築審議會在審議之後 通過定禄作為歷史建築 也只做是嘉義市 第一黨的銀行類歷史建築的案例 台灣第一上入銀行 港議分行行政建築 應該是在1955年所起的 建築已經很多次的部分徵修 外觀裡面有完環境保留 當時原本設計的洗澡仔細節 裡面撤掛含大德所的替回春館所 並沒有公開因為配合土地形狀 以後天房清廣、牛條、刀行、建築 內部有六幾大型的外型歷史 天會三天含各城的貴台 援映自時代的技術特色 經由港議之高者 歷史建築新議會 三天含各城正式通貴定 六位歷史建築 在中央噴水圓環旁的第一商業銀行 在今年3月17日 經嘉義市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 通過登陸為本市手動的銀行類 歷史建築 命名為台灣第一銀行商業加一分行 這棟建築非常具有歷史及代表性 外觀樸實內部的良宿系統 記錄當時的建築歷史 作者還有椰子室、圓環等地標 已成為市民熟悉的建築記憶 現在取得文化資產身份 具有相當濃厚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及意義 剛議市政府文化協表時 這個建築憲政議員作為金獎用度使用 可能藥室建築在未來再利用的方式可以有存救 文化協中協助第一銀行加一分行 調教提升銀行空間使用其林性 當時檢固在文化資產的保障方向 來規矩這個建築未來再利用的方式 西新新聞就頂層王秋山加一七彩虹報道 帶您網路漫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要資料 哈哈 在那邊 ス卡 在那裡